男人会偷情,女人也同样会 而男人偷情与女人有这三点不同 这三点是否知道 而且这三点也会成为很多男女偷情的通信 你是否看得懂 第一点,男人偷情为身材 女人偷情因为寂寞 当男人看中一个女人身材之后 他就会想方设法得到身边这个女人 男人会因为女人身材偷情 而女人却很少因为男人的身材而偷情 女人通常是因为内心太寂寞 所以才会让自己在婚内出现了状况 第二点,男人偷情因为女人 而女人偷情因为感情 很多男人偷情或许并不是本意 因为身边女人的各种问题 各种对待男人的问题 导致男人的心最终归属于婚外人 而女人偷情 则是因为身边的男人时常苛待自己 最终把女人心推向了婚外的边缘 到了边缘的女人 偷情也会顺理成章 第三点,男人偷情因为自知力弱 而女人偷情是不会带有自知力 男人在偷情前或许还会尽量克制自己 但直到最后经不起诱惑之后才会就范 而女人则就是主动出去寻找男人 很多在婚内的女人偷情 都是因为她内心的蠢蠢欲动 导致在婚外有人 所以是很多女人偷情的通病 男女偷情虽然结果都是一样 但偷情的原因却会有诸多不同 如果你是偷情人的其中一员 那么这三种也自然会有其中一种 并且这三种也是很多男女心中最常见的不同 女偷情是否会有这种想法